九天大道院 近日在北部地区的师兄师姐们的协助之下 募集到了多份的生活物资 特别提供给花林市的低收入户 希望在疫情期间能够帮助更多的经济边缘户 疫情不断 许多民众的生活也陷入困境 九天大道院的师兄姐为了协助经济边缘户 日前就在北部募集了生活物资 并来到美轮据点进行物资发放 未来也将会定期的在每个月进行一次的发放作业 因为玄型师父为了要救济这样的一个众生的民众 然后以及避免更多资源的浪费 然后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想要救济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怨性 然后刚好我们有这样的店面 然后在花莲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于是九天大道院的广爱协会与花莲物资银行就这样成立了 那最主要呢也是希望帮助花莲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低收入 以及边缘户 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然后我们是透过师兄姐们的大发心发愿 把家里用不到的资源以及爱心的这样一个捐助 然后有的是泡面有的买面然后罐头来帮助这里的一个低收入户 那我们的物资银行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呢 是我们希望这样这些低收入户跟别人户呢 他们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义工团体 那从原本是需要别人帮助他 然后透过每个月来这里当资源一次呢 然后从这样子依赖慢慢变成独立 而之后呢也可以去帮助更多人 这一次的物资发放总共是发放了200户的低收入户 也希望借此物资的发放能够协助民众度过疫情 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困难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大家都一起贡献一己之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